广东爆发离队潮 北京时间3月18日 CBA常规赛第三阶段的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 在刚刚结束的广东与广州的得比之战中 经过四节激烈的比拼 广东南篮最终以22分的巨大优势拿下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广东南篮属于客场迎战广州 但是抵达目的地的一刻 广东南篮受到了球迷热烈的欢迎 就和自己的主场并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一直受到伤病困扰的易见连终于重回赛场 不过细心的球迷也发现了 这段时间被爆出离队的赵锐仍旧没有回到赛场 甚至都没有和球队一同前往 为此很多球迷担心 赵锐的伤情已经如此严重了吗 或者说赵锐真的决定离队 自从进入到第三阶段的比赛 广东南篮的运气似乎一直都不好 不仅不仅没有完成赛前制定的 以赛带练年轻球员的目标 还导致球员频繁爆出伤病消息 再加上赵锐被爆出已经和居然签约的消息 结合当初朱方宇规定不允许球员与居然进行接触 为此很多球迷担心赵锐会等 不到合同结束就会选择离队 赵锐在前不久与球迷互动的时候曾明确表示 因为伤病的原因将会连续缺席比赛 但是对于伤病情况却闭口不提 并表示不会在意一部分人的看法 由此可见赵锐这次真的是铁了心要离队了 莫兰德改变打法 北京时间3月18日 CBA常规赛第三阶段的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 在刚刚结束的辽宁与宁波的比赛中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未免冠军的实力 不过也有球迷表示 宁波男兰作为联盟雨滥中的雨滥 即便赢了又能说明什么呢 确实如此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确实有些大 但是细心的球迷一定发现了一个现象 自从莫兰德回归辽宁之后 不仅辽宁南篮的内线问题得到解决 莫兰德的打法似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前不久与上海南篮的比赛中 莫兰德竟然破天荒地打进了一个外线三分球 要知道莫兰德的优势是在内线 是强悍的护框能力和篮下吃饼 这就好比一位厨师不仅炒菜炒得好 兵法也是研究的相当溜 如果第一次三分球纯属意外 那么在与宁波的比赛中 莫兰德又一次出手命中三分 当篮球正中靶心 可以看到莫兰德的脸上似乎还有一些小得意 仿佛在向辽宁南篮炫耀 真羡慕辽宁南篮的运气 竟然又一次拥有了我老莫 瞧瞧我老莫不仅内线无敌 现在三分球命中率高达100%了 试想一下一位既能在内线翻江倒海 又能在外线跳投三分的球员 势必会牵制对手太多的精力 即便自己不出手也会给队友带来更多的机会 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 莫兰德真的能帮助辽宁南篮建立王朝了 中国蓝坛又爆丑闻 北京时间3月18日 近日因为中国足坛多位国脚被带走 调查的消息在球迷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在揭露了中国足坛丑陋一面的同时 也证明了体育界早就不是一天进步了 让人无比心痛 近几年发展如此迅速的中国蓝坛也并不平静 2023年仅仅过去了三个月 中国蓝坛相继暴露了话 虽然目的中国足坛影响力大不大 但是也是够让国际趋力震撑 最早在离开案之后 相关部门说到连同中国蓝址也进行了一番调查 没想到前来节目主席李亚公主席被带走 要知道李亚公主席被揭露了 能再次被揪出说明的问题 一定不想 就当球迷了地区期 后面还有什么网站的事 还为小台套拿 否定成员的组织 球队管理等 竟然向其武功组会暗闻 不解除此 还恰恰处产前的金额 相信与目楼 竟然向其武功组会 不过仅仅突然暂时 此时至今并没有任意的能调查 近日中国蓝坛再次爆出大卦 与其美国的草莲 中国女蓝知名预访人某梦 竟然超乎方向盖 与前女蓝领会存在着重大关系 不过此时当事人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